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聽到這句開場伯 五迷的回憶是否回來了 昨天3月29日 即是5月天成均25周年的大日子 五位成員網上合體 罕有地一起開live 唱歌慶祝 我和我最好的倔強 我緊張手絕對不放 想一戰 是不是天堂 不算失望 不能絕望 我和我最好的倔強 我和我最好的倔強 那詞是什麼啊 我緊張手絕對不放 我和我最好的倔強 我唱錯了 倔強 不是倔強 不是倔強 阿信你最近是不是過得不太好 我看你們這樣子過了一種感覺 最後一段 最後一段 好 然後 我和我最好的倔強 我在風中大聲的掌聲 為自己歌唱 為自己風華 為自己歌唱 就這一次 我和我的 日常 阿鑫的記性 自己作的詞都忘記了 阿鑫的記性真的是 怪獸介紹五月天黑膠唱片的時候 還愚出驚人 總共九張專輯,十張黑膠 因為我們有末日版跟明日版 可以用這個聽聽看,蠻好的 那我們不是說發行十張專輯就要退休嗎? 不小心,不小心就要退休了 十張了 好,拜拜 說笑而已,阿鑫怎麼寫得一班五迷呢? 之後他還分享出道以來最難忘的事 我在想到,應該是我們第一次去加拿大錄音的時候 對,因為我覺得那個真的很難忘 因為我們去那邊錄鼓 然後我在裡面那個錄影室裡面 在錄音的時候我發現你們四個在外面吃生菜沙拉 對,我覺得真是 他那時候肺炎是沙拉 然後,因為如果你是肺炎的話 就是要隔離,要關起來觀察 到底是不是那個SARS 所以之後 然後把阿鑫回來之後不但得費,還被隔離 所以我那時候就練就了一身隔離的好功夫 除了成員們合體慶祝 五月天亦發了 香水的演唱會版本當送給五迷的禮物 你也是像愛上迅上小小的空間 除你沙沙沖 Shinошapan是小命裏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